你怎么打算的 打消什么 小孩 你身边有那么多人 凡事没必要自己一个人扛着 明白吗 当然 那 萧叶辉给云丽下毒的事 你要怎么解决 解毒 没了 那万一解不了 你就由着他们回头去找萧叶辉 敌人都杀到家门口了 你还这么镇定 没试过 怎么知道解不了 除了我 谁都没有离开过 又何来回去一说 你好像真的很了解他 来 给我讲讲 他到底想干嘛 他只是用云丽的命做筹码 想救云丽 就得接受他的邀请 不然什么叫回去 回哪儿去 难怪他说你了解他 正常人谁会做这么极端的事啊 倒也符合外界对柴尔曼家族的评价 有老公爵那么个心里阴暗的爹 小野灰囊正常才怪 李翘回来了米兹小镇 便去了苏默石的研究室 夏思瑜得到消息 匆匆忙忙想去找他 一出门 险些和习罗 撞了个满怀 投胎去啊 罗姐 翘翘呢 去找你们四哥了 哦 夏思瑜愁愁不前 夏武 我问你个事 你跟姐姐说实话好不好 哦 罗姐 你说 你是不是喜欢云丽啊 夏思瑜无言以对 看来我猜对了 夏思瑜咬了下嘴角 最后还是任命的点点头 有多喜欢 我姐 你想说什么 嗨 我就是好奇 你这么喜欢他 万一哪天想不开 来个英勇献身 我不得赶过来看热闹啊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是吗 最后 夏思瑜还是没有去研究室找李翘 慢悠悠地回到洋房客厅 坐下就开始发呆 与此同时 研究室 他真这么说的 嗯 医学联盟有没有中医方面的研究 有倒是有 但肯定比不上国内传承的老中医 如果真是中医的一里下毒 检测难度会很大 学业检测有结果了吗 还没有 影响内向指标的因素太多 现在研究中心也不敢轻易下定论 继续查吧 中医方面我来想办法 苏莫使脑中灵光一现 刚准备说话 洛宇就在门外敲了敲门 夫人 家属来了 李翘目光微拙 起身就往门外走去 远远的 青砖小径的另一端 商玉和商纵海并肩而来 苏莫使人